它虽然不是建模最精致的赛车游戏,但一定是代入感最强的,因为别的游戏只专注于车辆本身,而它却模拟出了街头赛车手,从无名小卒到扬兵立万的全过程,买车改车加入帮派,甚至买衣服这类生活细节全都主意还原,是极少数能够下车并通过第一任称社交的赛车游戏,游戏名无限试驾太阳王冠,单看画面就知道,去境地正是咱们中国香港的香港岛上,你进游戏就有很强的归属感,过了序长,系统会带你 加入名为太阳王冠的顶级车手俱乐部,永久免费入住酒店的豪华套房和大厅内停满的超跑,让我一度迷失在纸子金迷中无法自拔,直到第一次前往豪车4S店,红色的提示和灰色的余额瞬间把我拉回到了现实,不得不说啊,这游戏在买不起豪车这方面的确挺还原的 虽然买不起,那试试试驾一下还是可以的吧,在展厅内拉开车门,感受一下内饰,点火猜猜跑车声浪 觉得它是你的新头号之后,就能在电源的指引下开出展厅,在整个开放世界中自由闲步,你就尽管踩地板油,撞了算保险的,唯一能够限制住你的只有顶部的剩余时间,所以赶紧掺试倒计时还没结束,肆意体验吧 除了在线买车时的真实过程,游戏的另一大亮点在于超全的按键功能,路边临庭打过双闪都是基础操作 过路口转向,我必须模拟科目3打开转向灯,不然刚才等的红灯都是多余,况且这游戏很多时候不会自动开启夜间行车灯,例如极端天气或者大雾,大灯一开,瞬间豁然开朗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排水渠过完,实际上却误入排水沟了 在海边小道惬意行驶,不开窗户算个啥豆腐啊,来个一键降窗,切换到第一人称,这代入感不就来了吗 敞篷车辆更是能够随时开关车棚,不过这种细节很多游戏都有,就不再过多赘述了 别的游戏你停车,最多挂N档或者P档带速停止 Tuck倒好,给玩家提供了一个熄火选项,如果等的时间足够长,启动的时候甚至能够听到发动机冷启动时排气管的第一声轰鸣 除了街头赛事,游戏还有专门给大哥们准备的越野赛,舔沙士蹦剑的快感 这也得利于香港岛丰富的地貌环境 作为相隔十几年无限试驾的重启作,虽然继承了众多系列优点,但目前还是有很多问题需要提醒大家一下 比如本作不能像前作一样买房,旅游服务器还会偶尔抽风,可能会卡在登陆界面 画面,说实话,放在2024年也不是很能打 如果以上问题都能接受,作为系列粉丝还是值得一玩的